您可以用一个水多活动 去帮助孩子学习物件的占有空间 您所需要的是 一个砖一半水的透明容器和一些石头 您给水位做个标记 然后问孩子 如果你放石头在水里面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? 他们可以一次加一个石头 去看水位的变化 当水位到达容器的顶端 您可以解说他们观察到的东西 您可以解释 当他们放入石头时 水必须让开位置 形成容器类水位上升 这个活动可以帮助孩子 开始去了解容量的概念 当然 看情绪是什么 不太 能够 但是我们用这个关注 放入石头肠 流读水位上升 但是我们用这个团get 应该是沙特的 这样子